各位籃球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一百一十二學年度 UV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女一集六強副賽 今天是二月二十號星期二 晚間六點鐘 要為各位送上的是 世新大學 跟台北市立大學的較量 章比賽將我主播李秉升 以及球評DOPPON女子籃球制的綠蒂 賴思涵 一起為各位帶來轉播解說的服務 綠蒂你好 秉升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看一下先發五人 台北市立大學 今天的先發五人 楊佳佳 郭靖文 侯子應 邱鈺俊 還有方曉晴 先發五人 吉福 蔡佑蓮 楊淑炫 林潔 宋芮珍 球比數都是蠻懸殊的 對 沒錯 就沒有那種受到太大壓迫的比賽 壓迫性的防守 林佳佳給到右側 上籃得分的是郭靖文 北市大比較會上 就已經被台元給嚇中了 但是他是選擇在UBA再多待一年 因為他去年是因為受傷的關係 所以其實對自己要求很高 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的分數 侯子應在籃下要到了分數 其實連帶的也有影響到後面的幾場比賽 所以是吞下的比賽 哇 北市大成功的一個防守之後 帶動了轉換快攻 這個賽季他的三分命中率兩成七 抱琴上籃得分 10比2 田英傑中巨人跳投有了 出場三分球隊直顯 正中他們的板凳也是深度非常的夠 有非常多的人員可以上來連替 吉福 身體對方進攻強了 拋投得分 拿到進攻籃板北市大今天表現得很好 好球 對 再拿到 康曉晴的拋投得分 黃宇軒 騙一下 這一球直接被宋瑞珍抄走了 宋瑞珍輕鬆的快攻上籃得登 但是這個賽季的超捷後 籃板球的真強喔 宋瑞珍 給到吉福 打板進 又是來自宋瑞珍的二波機會 沒錯喔 真的是在場上 宋瑞珍第二發也沒有 但張家軒拿到了籃板 楊初炫給到吉福 中距離的跳投有空檔 他投進了 好球 吉福現在整個球技也越來越全面 展現了他很好的這種身體的基礎 條件跟能力 當十一是流浪 剛才的時候呢 是又更流出的 雙籃得分的是郭靖 狂飛拿下冠軍 吉福也是獲得了最後的MVP 然後出去的外線 打板 還有投籃 沒有辦法把他完成 李珍宜 好球 投進了這個Bother Bitter 第一節比賽結束 台北市地大學在李珍宜的三分球 有助威之下 縮小落後的分差到六分 一屆打完 他們有六分的領先 對北市大在第一節 還是發生了比較多次的失誤 開始在第二節 楊初炫很快的切入上籃得分 跳投沒進 籃板球 柳青花拿到快速的推進 柳青花轉身 吃掉球 一拳漂亮的一次上籃 真的很奢侈 對 沒錯 吉福挑戰籃框 但是沒有進 張家瑞拿到球 打板得分 再找隊友 黃曉晴 中距離跳投拆彈 進 好球 危機時刻 我轉換過來 北市大退房 不及 對 世西大學的快攻 真的來得非常的快 特別是 整體來講 看他這個賽季的助攻數據 就知道宋芮臻的天分在能力 沒錯 好球 邱宇俊投進了個三分 比賽裡面 他的 就是得分跟助攻雙十 這一次也能夠 有切入小人物上籃得分 這球救回來 由清華上籃 北市大失誤付出的代價 轉換過來 球衣俊中距離直接拔起來 跳投球 哇 毫不猶豫 非常過絕 對 真的沒時間 在陣容上 處於劣勢的情況下 可能打法上 就是要更大無銳一點 沒錯 不過宋芮臻 太猛了 真的太可怕了 基本上他在這個 UBA的 在這個賽場上 算是 另外一個層級的球員 再來看一次 三分打的機會 對 今年他在這個 UBA賽場上 跟其他幾支球隊的 對戰上面 都是劣勢的 所以要晉級 其實真的是 非常困難 林階的拋頭得分 真的是出 楊淑炫 殺到籃框底下 出手沒進 趙雲峰靠著身材優勢 進攻籃板 兩分要到 給到方曉晴 再給到左側 這個拋頭 是拋進了 猴子英 對 猴子英在這場比賽 也很久沒有 現在在場上 外線的出手 韓遜 投進 對 這個球 北施大採取區域的防守 但是呢 在外圍卻露出了 這樣的一個空檔 轉換過來 楊佳佳打得非常出來 頂開了對手 但第一時間跌倒 球給的時候掉了 林階雲操透球 前面多打掃的機會 上籃得分 葉欣怡 胡鼎 勉強的出手沒進 趙雲峰又是一個進攻籃板 兩分要到 先採取區域防守 真的已經守到了滿成功的 只是可惜沒有辦法掌握下這個籃板 還好葉欣怡投進了三分球 楊佳佳那個球 如果能夠把這個finish 再練得更純熟一點 就會是一個2加1的機會 趙雲峰給到張家瑄 打扮得分 再回出來 邱永琳 地板球開後門 邱永琳這個球好球 給得非常漂亮 趙雲峰兩分拿到 這個賽季場均得分也超過雙位數 對 也曾經有過雙20的表現 好 躺起來 邱永琳自己帶球 給到右側 外圍超了 投進一個三分球的是彭英織 左子英帶球過半場 包小琴 拉出來再往裡面走 又拋投 對位的防守 進攻時間七秒 吉佛往裡面扛響 吃掉楊淑珈加小晴 攻了 時間發動這個快攻 楊淑珊給他吉福 高射 這個手感真的很好 這個手腕的運用 不是只有在籃量很高 可以說是現在UBA公開女藝集的第一中鋒 沒錯 方曉晴投進了半球 楊淑珊倒地之後 方曉晴把握了這個空檔 吉福面對包夾 給到游淨化 中鋒跳投得分 雙方十四分差 游淨化傳到中間 宋芮珍 宋芮珍 仁鳳中間拋投得分 對 他整個人這種個人能力的運用 還有隊友給到邱玉俊 背後運球 漂亮 中路突破 上籃 哇 邱玉俊 這個球太精采了 對 邱玉俊今年也算是 北市大戰鬥的一個主力控球 那因為他要擔任控球的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他在場上比較是 屬於助攻傳導的角色 但其實他個人也有非常好的 這種切入跟破壞能力 柳玉俊晃 給到宋芮珍 繞出來 上籃球 哇哦 吉福拿到球 給到宋芮珍 張家瑄 面對兩人的包夾 他依然把這兩分擺進 是蠻接近的 宋芮珍 宋芮珍 總之也跳投破網 剛才暫停回來 世新大學看起來是修正 一分差 李正宜左邊低腳的三分球 去 哦 重要的三分 暫時綁北市大直顯 這對方手 再打 哇 還是有身體夠硬 對 我們剛剛看到了 他還做在運球突破的時候 好 這邊李英傑操到球了 李世大失誤 李英傑快攻上籃 得分 世新大學開始把分差拉大了 宋芮珍給到郵清化 四處肚角三分球 幾分球 吉福 給到外圍 宋芮珍的外線 哇 現在連外線也有了 北市大掌握了第四節的首波球權 宋芮珍給到李正宜 終距離跳投 得分 哦 我 我 我 稍微比較小一點 那也比較沒有去把握到 世新大學這個談判加法的機會 張家學打扮了三分球 猴子應 繞到中間 傳出來 宋芮珍外線 進 三分 三分 郭清化 小球掉給吉福 想要空中接力 沒有成功 但是吉福自己抓下來 得競算 M1 宋芮珍 宋芮珍再給楊蘇芮 楊蘇芮中距離跳投 近 動作動作很快 我們可以看到 那在世新大學這一端 其實 快速的球傳到 找到吉福 對 蔡宥蓮跟吉福 其實這兩人是蠻有默契的 蔡宥蓮在場上的時候 看有沒有享受 吉福的給球被抄走 猴子應的抄球 給到前場的隊友 郭靖雯在交左側 邱宇峻 打板 至於 在頂點 給到右次的郭靖雯 空中拉桿的出手 至於 戰線在大概20分差 對 算還不錯了 跟預賽的交手比起來 也是有內容上面有進步 對 蔡宥蓮 調給趙雲峰 高舉高打 沒有問題 蔡宥蓮在 這樣的腳步的變化 都能夠成功的吸引到 騙到防守者 但是都是最後的出手 都差那麼一點點 韓遜投進了三根球 韓遜 韓遜 調給籃下 邱宥霖上籃得分 前後 成功的走位 製造出很好的傳球空檔 接入上籃得分 球群熙 對 去年在大一新人季呢 是在清華大學 今年轉學到四星大學 猴子英拋頭得分 裡面的球員 屬於人來瘋的這種特質 人越多他越享受 好球 猴子英進入上籃 要到 欸 往籃 一打二 這一球葉欣一守得很好 匯防來得及 好 包夾 投影子球被操走 哇 秋林在這混亂 真的 來 四星 猴子英 哇 這個時間差 有一個出手機會沒進 趙仁鋒籃板 最後一秒鐘 比賽時間結束 中場四星大學 一百零二比七十五 擊敗了台北市立大學 四星大學保持著 從預賽到現在的不敗之聲 他們在副賽也是 搶下了一個四連勝